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们加油 而此时巡火大喝一声 人类修士士气大震 反攻的号角终于吹响 然后那些机器人开始变得混乱了起来 他们失去了核心所以就会变得混乱 还不等人类的反攻回头朝着血域看去 那几千米高的悬崖峭壁 之前就被武器给削弱了不少 现在就是个半凹进去的山体 而此刻那悬崖大山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在塌锁 黑洞已经完全吞噬了整个兵工厂 现在正在吞噬血域高原 兄弟们撤退了 与几位城主商议过后 所有人都同意了暂时撤退的想法 命令下达人类修士开始拖战 开始撤离 司灵则是操纵着他的机甲掩护 基因阻地 长弓是个有理想的机器人 他的梦想就是让基因阻地有朝一日 也变成圣城 在攻打荒城之前 长弓一度认为自己距离梦想 只有一步之遥了 毕竟生化工厂的数据越来越完善 荒城那边 桑杜也不断将原族的实验数据送回来 距离他能够制造大宗师级别的战力 就一步之遥啊 而且 一旦基因阻地能够大批量制造大宗师级别的战斗力 他还有着其他圣城没有的优势 基因阻地制造的是克隆人 是生化人 这些都是可以消耗替代的 也就是说 一旦成功 基因阻地就是为竞技之门制造了大量的大宗师战力 而且能作为一次性消耗品 一旦成功 基因阻地能够成为圣城之首也说不定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接二连三的战败让长弓都不敢再面对禁忌之门 好不容易等到了再一次攻打荒城的计划 他竟然兵临城下的时候退兵了 而就这么退兵下来 回到基因阻地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攻打这里的并非是范贤的兵嘛 那究竟是什么人呢 范贤在那边的雪域不可能来基因阻地啊 而他回到基因阻地又从上面得到消息 范贤他们在雪域那边也取得了胜利 连天平做圣史去都没用 神主晋级之门下有三圣地 三圣地之下都设有十二星座圣史 名字都一样实力也一样强大的令人择舌 三圣地三十六圣史就能让这天地变色 还想将基因阻地的守备加强一些 然后趁着机会将荒城拿下的 现在好了没有机会了 神主对我会更加失望啊 有人过来报告消息 在丰氏城堡的外面 又看到人类战士活跃的迹象 他们似乎并没有撤兵 长公已经彻底无语了 赶清自己的基因阻地竟被人类盯杀了 荒野之上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只有犯险了吧 哼那好 那就不用再刻意隐藏位置了 派人出去追杀那些人类 顿了顿 长公恶狠狠地说道 派一半的大宗师站立出去 月牙城 范贤在炸毁了地下机器人工厂之后 他的机器人身体已经被黑洞吞没 意识在瞬间就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 紫苑也是同一时间回来的 然后他们就离开赶往前线 看着黑洞武器的威力究竟如何 在前往雪域的路上 范贤遇到了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 至于他为什么退兵 这个范贤倒是想不到 他们告诉了范贤 黑洞武器将雪域变成了禁地 黑洞还在扩大 也不知道会不会停止 听到这里 范贤心里就有些慌了 不成 还是得去看看 不然自己这救世主没有做成功 反而成了灭世的大功臣呢 不过范贤并没有真正的去雪域 在路上 他又遇到了司灵左倾阳谈 司灵在那边留下机甲和无人机 主要是监控黑洞的状态的 通过远程视频 就能看到黑洞是否稳定 人已经从那边撤退了 不过黑洞在吸收了大半的身体之后 也开始稳定了 诚如成都所说 那边是当量 既然有无人机在那边监视着 范贤倒没有必要再过去一趟 而是与大部队返回岳崖城了 回到了岳崖城 范贤召集了几位领导人 开始商议下一步的计划 范贤公子 能说一下我们该怎么做吗 范贤朝着南方看去 先拿下矿山 断绝了人工智能的能源供应 当然 南方的矿上 只是禁忌之门所控制的诸多矿山之一 但是打矿山 一定会让禁忌之门头痛 五竹过来开口道 南边矿山肯定要打 不过怎么打 什么时候打 到时可以斟酌一二 为什么呀 范贤有些不解 五竹也不说话 直接将之前战斗的影像资料放了出来 天平坐一拳将五竹打懵了 看到这一幕 范贤直接就懵了 这什么鬼东西 这么厉害 几十个大宗师 也只是牵制住了他而已 想要近身 或者直接将他拿下 根本就不可能 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呀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范贤深沉的问道 一名参战了的大宗师说道 在战斗的空隙 倒是听兵工厂的机器人 叫他圣使 至于具体叫什么 倒是没有人知道 范贤的目光 落在视频影视资料上 仔细一看才发现 在那机器人的胸前 有一个极为不起眼的标志 那标识在后文明时代 多半是没有人认识的 不过范贤却是有印象的 星座 没错 那是一个星座的标识 正好是天平座 范贤随口说道 唉 就叫他天平座吧 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有关系 只需要知道 他是我们的敌人变好 老白 那东西你也看到了 跟我们孤武者联盟的头领比起来 谁更厉害 白令长 的确在战场上看到了那机器人 可若说 谁更厉害的话 他仔细想了想 然后开口道 还是联盟的头领 会更强大一些吧 我也有很多年 没有见过头领了 不知道他现在的强大 到了什么地步 范贤随口 范贤又是一阵 此刻他只想说一句 鼓舞者 牛逼 这么强大的机器人 在他们眼里 也不一定是对手 范贤决定 要攻克一座矿山 他要让禁忌之门痛 要让所有的神庙都看到 只要站出来战斗 胜利 还是有希望的 没错 范贤要给他们希望 随后 范贤离开了 荒野联合体的众人 他们要商议 荒野联合体的建设 以及兵力 统一调配的事情 范贤说了 不会插手 所以 他连旁听 都没有留在那里 出来之后 范贤 便对司灵说道 我还需要机器人 替身躯体 越快越好 我想要混进那矿山看看 司灵笑了笑 说道 这个没问题 自从上次拟定了两台之后 白色宣告基地 可没闲着 又重新做了几台机器人出来 已经送到了夜压城了 你想要的话 随时可以用 嗯 那太好了 咱们今天 就要深入那矿山看看 究竟 是个什么情况 苦河大师 红叶 紫月 说 就咱们几个去就可以了 司灵 你还得留守在这里 因为你是连接着系统的 以免节外生枝 你就先留下来 然后 他们四个人就出发了 因为兵工厂刚刚被击溃 范贤得到的消息是 原来属于兵工厂的机器人 现在四处逃窜 也有可能回去矿山那边投靠 而发现他们用机器人躯体 就可以混进去 现在他们手上 关于矿山战斗力的消息 实在是太少了 范贤想要进去 打听更多关于禁忌之门的消息 同时看看 能不能从那里 得到一些高层战斗力的消息 自己这边好做准备 当然 关于禁忌之门 为什么迟迟没有对人类发动总工的事情 范贤十分在意 太不符合成理了 随后 他们潜入到了荒野之中 在001号的护送下 寻找到了一小股超脑兵工厂的逃出来的机器人 二话不说 直接将他们全部杀死 而他们六个人 则替代了位置 朝着南边走去 那是一座延绵不断的矿山 矿山被人工智能占领 应该是最近一百年的历史 原本这地方 还是人类的主要矿产提供场所 可是被人工智能占领后 人类就再也没有靠近过这片区域 这里矿山开采的规模很大 好似无边无际一样 巨大无比的机械在运转着 即便距离老远也能看到 天平座的矿山兵马早就撤退了回来 他原本是要封闭矿山的 不过从无影圣城由命令传来 让他接纳超脑兵工厂的机器人 原因无他 无影圣城 想要研究那些机器人 看看远古时代的机器人 有没有什么能够借鉴的地方 从北边下来 那延绵的山岭 好像成了一道高大无比的城墙 在山岭与山岭之间 有一道巨大无比的门 这是通往矿山的必经之路 远远的 范贤就看到那巨门上 有矿山的机器人在监视着 同时还在宣布着什么事情 你们这些从外面来的机器人 矿山收留你们 你们就有义务为矿山做出必要的牺牲 你们被分配到什么地方 你们就要在那个地方安心地工作 安心地奉献自己 知道了吗 每个进矿山的人 你们都会领到相应的数字身份标识 记住 这是你们在矿山中唯一的凭证 进入矿山 你们要对圣主 圣主有虔诚之心 如果你们心怀二意 很快就会被发现 到时候你们会被打死 会被知己 听着那声音 范贤已经领到了自己身份标识 进入到了矿山之中 进入到这大门后 范贤才发现 那矿山已经被挖出了巨大无比的深坑 可是机械还在继续往下面挖 在坑洞的边上 有无数的机器人在来来回回 上上下下地劳作着 在更远处 他看到浓烟滚滚 矿山被挖掘后 就会到那里进行提炼 最后 成品的矿产资源 会被送到各个需要的地方 被运走 至于会运送到什么地方去 范贤就不知道了 难道还有别的区域吗 想着 范贤他们便跟着大流 往矿区去了 范贤正想问关于上层的事情 一个从超脑兵工厂逃出来的机器人 倒是先开口发问了 我们来的时候 见你们这地方 供奉着神主 圣主的字样 请问这两位 是什么东西啊 神主 是所有机器人的神灵 圣主 是圣城之主人 是供奉神主的人 说着 那机器人脸上 浮现出神网的神色 这他妈 是宗教信仰吗 机器人 竟然诞生了宗教信仰 而范贤 也是第一次知道 禁忌之门 竟然还有圣城的存在 圣城的主人 就称之为圣主 可要是这样的话 那圣城 在什么地方呢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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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